这个地方也是我们首飞前我们的机组在这边培训的一个地方 你好你好这两位 这个是我们工程模拟器的工程师 两位很年轻的工程师 这个一般都是机长的座位是吗 我们飞行员的座位 这需要调整一下座位 这需要调整一下座位 这还可以动的 往前推 这个是安全带 就是在调整座位的时候我们也很讲究 就是我们怎么看到我们座位是合适的 我们知道有个野味点 当我们看到这个白球把红球挡住的时候 说明我们这个坐姿是正确的 哦就是这个白球和红球 哦是这样 我们在起飞的话我们要设置好构型 当然我要把这个起车架放下 然后请飞翼放在两卡位 然后我的平尾我们放在零零零度 然后我的同事设置下那个大重量中间重心 这是侧感 这是侧感 侧感是控制我们方向 往前推的是飞机低头 往后拉的飞机是抬头 左温是转弯 我们在起飞的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 这个是往前推 对 先推到中间 哦 这可以推吗 对 先推到中间 然后呢推到地 哦 正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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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哇 这个太震撼了 太震撼了 然后你看前方我们就把画面指示了 对 我们速度达到140节的时候 我们可以轻轻向后拉杆 轻轻向后拉杆 哦 我试试啊 轻轻向后拉杆 然后我们在拉杆的时候要注意点 你看到这个小飞点 哦 对对 我们要这个小飞点不超过15度 哦 不超过15度 飞机的姿态不超过15度 哦 好的 我试试看 好 轻轻向后拉杆 轻轻向后拉杆 哦 飞起来飞起来了 往前推一点 你今天在前面推一点 啊 往前再推一点 哦 老师你很厉害嘛 哇 我竟然操作飞机起飞了 当有这个正在上升你 我这个副驾身就帮你 哦 您这边可以操作 哦 是是是 现在我们已经完全在起飞了一个状态 对对对 这个就是完全和真实的这种 呃 飞机起飞的状态是一样的 对的对的 这个感觉非常好 可以可以可以转弯一下 可以转弯 是这个是吗 对对对 哦 哇 有没有感觉到这个整个是在转 我们我们看我们已经升空了 怎么降落呢 一个在设计一个照项模式 对对 设计一下把箱的扣形 然后把起来放下 哦 起来放下 好 着陆模式 着陆模式 对 着陆科目是非常困难的 你看我给你演示一下 给您给我们演示一下 好的好的 哇 哇 哦 哦 这种颠簸的感觉还是有 哈哈 对啊 很轻微 对啊 有一点点 对 对 这种视觉的只有反馈 啊 非常的 真实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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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